大家都知道在抗日战争期间 日军在我国领土上为所欲为 奸严不掠 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其罪行昭著 臭名远播 而在这其中最让古人感到愤怒的 就是南京大屠杀 杀害了南京三十万手无寸解的百姓 更有丧心病皇城 还发报相互攀比谁杀的人 但是日本方面至今都不肯承认这一对型 这也让无数的中华儿女感到更加的气愤 而有一次 李连杰在参加一个国际性的活动时 就有一位日本记者 直接向李连杰提出问题 你们中国人总是说 我们日本人杀了你们三十万的中国人 难道你们一个一个输过吗 本来参加活动 大家都希望开心圆满的收场 但是听到这个问题之后 李连杰的表情立马就严肃了起来 直接怒对日本记者 我们确实没说过 难道你们日本妇女被某国的大兵 抓去当未安妇的时候 你们还要去问她是否有坏感吗 李连杰的霸气也回答 直接就让那位日本记者哑口无言 在场的人也纷纷为李连杰拍手叫好 说李连杰的回答真的是绝了 其实从这句话中 说李连杰的回答 你不得太没想说 李连杰的回答